音樂 想要有好氣色其實很簡單 今天就來教大家如何三步驟 打造出水潤 持久的魅力 好氣色妝感 我們今天要教你們 就是三個步驟 怎麼樣去打造一個 水潤又持久的魅力 好氣色的妝感 一個保濕很重要的就是 它的保濕要下得很夠 那像這款保濕 對粉底霜裡面呢 它就有珍珠的萃取 然後有水溶性的膠原蛋白 然後還有玻尿酸 都是我們知道的 很保濕的一些成分 然後在我們上妝的同時 它會非常的滑順又好推 接下來我們要畫的是眉毛 眉毛真的是我們臉上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一個人有了眉毛之後 精氣繩都有了 這個兩用的眉筆幫你想好了 它的後面是一個軟墊式的 而且是眉粉 所以如果你今天畫完了之後呢 覺得你的眉毛 這樣子是不是有點太重了 稍微的蓋上去一點點 顏色就變得柔和變得自然 那我們現在選擇的這個是RD01 它這個刷毛呢 我不得不說它這個刷毛也是做得蠻好的 它有做了一個仿生的紋路 這樣子它可以提高它的抓粉的力道 我覺得首先你要畫一個漂亮的妝 是你要先很了解自己 所以我覺得你一定要先了解自己 適合什麼顏色 然後你是屬於什麼類型的女生 然後多去試 想到適合自己的那個妝容 其實我覺得你的氣色跟刺青就會起來了 今天跟任維老師學到了很多 就是化妝的一些技巧 那尤其是老師一做那個打亮的部分的時候 腮紅這邊整個就會膨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效果非常的好 今天難得可以給任維老師畫彩妝 他幫我畫的底妝真的非常服貼 這個粉底就是因為 它可以把我的毛孔修飾得很小 遮瑕的又很好 很喜歡這個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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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